人是百态,总有百般滋味,你曾感到过生活的残酷吗?地铁上,一个上半组小哥,一边大口啃着面包,一边强忍着委屈,眼泪似乎要夺快而出,也许是工作不顺心,也许是被生活压力逼狂,也许是美好的感情再也撑不下去了,又或许是挚爱的亲人离他而去。 他难过的真相我们不得而知,只是,我们能一定感觉到,他的生活,没那么容易,是的,这世界,有时候很坏,对你我都不温柔,命运不公,社会残酷,生活艰难,想努力打拼,买房,跟心爱的人成婚,却时不时充满无力感。 老爷或是那天,一个人从北京坐高铁赶回家,一个大老爷们在座位上哭,都不成个样子,我能怎么办啊? 到了这个岁数,就是要面对亲人一个一个的离职啊,半月前跟在一起快四年的男友分手,那时候在机场等转机, 因为是毕业一定恋,分手学的并不影响生活,也不怎么哭,坐在后期停止举止,身份证要在地上手忙脚乱去捡,突然想起以前不论多早的车,他都会起床陪我,怕我丢三落四,感觉脑子里铃声也过,哭得旁人侧目。 当初社会在异地工作时,工作不顺各种不适应,有次办事折腾了半天,坐公交时感觉心很累特小家,带坐了几个站眼泪就掉了下来,虽然怕被人看到,但忍不住埋头抽气,后来错过了站一直到终点。 公交上只剩我和司机,司机没有说话,也没有催我下车,直到我平复心情准备下车,他跟我说,姑娘,没事的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真的吗?一切真的会好起来吗? 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力》有段对白,骂第二答问李昂,生活是否永远艰辛,还是仅仅童年才如此? 李昂回答,总是如此,也有太多的心酸不忍言说,也许只有一个人出门在外,才能体会那种眼泪止都止不住的委屈,根本顾不上周围人一样的目光。 朋友圈里的生活总是看起来美丽,但并没有谁活得特别容易,在外打工一年的大伯,终于踏上归家的路,不会网上买票,能买到站票就已经很知足了。 家玩搬回家的姑娘,或许是太累了,踢着高跟斜光脚走下楼梯,赶最后一班地铁,姑娘,你的脚疼吗? 她连夜做了八个小时的手术,手术成功了,她却累得直接倒在地上睡着了。 午饭时间,一个很高大的男生,捂着脸在食堂窟了很久很久,那天阳光很好,玩偶里的她累得精疲力竭,瘫倒在车上。 头发发白的阿姨,坐着坐着就睡着了,好希望她不要被打扰。 在快餐店里拍到的外卖小哥,手机还没锁平,就一头睡倒了。 清晨六点的小春街头,半夜十二点的便利店,天地围炉,谁不是在哭哭叫,在你不知道的地方,总有一些人比你承受着更多的痛苦。 一位面容憔悴的父亲,正默默看着两个女儿吃炸鸡,带自己什么都没点。 她收入不高,说自己不饿,希望小女孩会懂事,为爸爸一口,仅是一个背影,看得让人莫名的想掉眼泪。 为了生活,她一定用尽了全身力气吧,2014年冬天,一位农民工顶峰冒雪,守在火车站等生意。 她脸色烂黄直流鼻涕,偶尔哆嗦一下,大口的吃着蛋糕。 她是谁的父亲,又是谁的儿子,米老鼠摘下头套的时候,蒙得让人心酸,希望岁月能善待这位老爷爷,一位六十岁的大伯,勾搂着背,背着五十斤的泡沫箱一步一步艰难前行。 生活如山,有人岁月静好,有人负重前行,城市街头,一位华为老奶奶,带着自己的小孙儿,认真的清早街道。 奶奶,别太累,命运如此无情,生活这么残酷,我们更应该,对彼此温柔以待。 学校附近休闲的爷爷行动不方便,中午吃不上热饭,于是,这对情侣每天都来,给爷爷免费送热饭菜,还陪爷爷一起吃饭。 第一次看的情侣没觉得是喂狗粮,而是觉得很温暖,国外城市街头,流浪汉用买面包的钱,给流浪狗买了狗粮,还把自己最宝贵的棉被盖在了他们身上。 虽然肚子一直饿着,但她的心里却暖轰轰的,不管多么苦,多么孤独,总有人偷偷爱着你。 一个姑娘在购买餐点,时遇上一名流浪汉,于是也为对方买了一份。 随后两人聊得起来,姑娘耐心听流浪汉,讲述了自己的遭遇,没有父亲,母亲过世,自己忍睹,遭遇各种歧视。 离开前,流浪汉写了张纸条给她,我本想在今天结束生命,但因为遇见你,我现在不想了,谢谢你,美丽的人。 你看,真的有人会温柔待你,平安夜在长沙街头拍到的一幕,一位长期在街上乞讨的老爷爷,在给老奶奶过生日,携手白头,无论贫穷困苦,永远不离不弃。 北京街头遇到的一位老奶奶,一看背影就知道是个很美的姑娘,她一定很热爱生活吧,白发带花枝末笑,岁月从不败美人。 在林水一座商场里,一位老爷爷正在给她的老婆大人拍照片,此情,此景,真好。 一位学荒老爷爷,在回家地铁上认真的读着书本,你认真读书的模样真可爱,一个开着小小大货铺地老板,打然后,拉起了小提琴。 哪怕没有一个听众,她的内心,应该无比满足。 生活不知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,香港天桥上一对流浪的俄罗斯情侣,男人弹着吉他,女孩子拖着下巴看着她心爱的男人,眼睛里都是糖。 原来,爱一个人,眼睛里是藏不住的。 要相信,终有一个人,愿陪你颠沛流离。 这个世界有时会对你温柔以待,有时却很快。 你想努力,却看不到明天。 你想靠双手打拼命,却总是碰触不到梦想。 你想保护最爱的人,却迟而感到绝望。 明年就能活得更好是吧。 希望是的,这个世界会好吗? 希望会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